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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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国际解说 狗头齐 今天的这一期将是由喀麦隆的加密大佬 来对上ProperX 锦黄 其实这个对局放在早些年间 我一直是觉得将军打加密超级难打 直到后来我看了很多ProperX或者是热狗 对上其他加密的视频以后 我才发现好像其实是将军有力的吗 为什么我打上去的时候 对吧 上海有很多玩家密的玩家 一打我就是二十年三十年起步 不带喘气的那种 一旦到了ProperX他们手上 就好像这些加密就不存在一样 你看 对不对 这个喀麦隆大佬已经快凉了 这波发完再发一个EX 这加密手一伸想用下重拳去打这个VT 就直接被抓爆了 ProperX在这里是很明显有对策的 这种对策是提前建立在对对手的一些行动预判上面 对吧 他都知道对手要想靠这一手VT来翻这个盘 就等着你了 一波直接出去就带走 而且不是用眼睛确认的 是用心去确认的 这我觉得就特别厉害 好 那现在老嘉宾这边是跳入以后给一发头 景黄这边也是就这样慢慢的等你过来 大部分玩家对上将军这个角色 都是控在这样一个剪刀角的距离来做例回的 这样如果说将军这边贸然 呃 这个我没有看懂 他可能是想打一个清拳地剑加一个CA来做确凡 这可能是这样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直接裸出一个CA 在不力争下面出CA 很有想法 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职业玩家的一些高级想法 我是看不懂的 好 这景黄又是吃到一发头 哎 血量不多 再吃上一发VT 又是一个头 景黄表示也挺难受的 但是这一波过去以后 接下来就是景黄的表演时间了 毕竟对手的VT已经结束了 再也不能跟你搞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现在景黄这边就一个一个中角 把对手摁在了板边 再推一个波 啊 最后景黄死了 表演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 主要是血量太少了 不够他表演的机会 最后卡牌龙大佬 这边是拼到一发EX空剑的机会 那这样现在来到了第三灯 看一下两边 都还是空在这个局里打另一回 这类加米是直接被抓了一个前前 ProperX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预判到对手 这一下会前前的 因为这个东西对手前前过来 你看到了再按 肯定是来不及的 你要提前按啊 最后就这样抓了一波 这老加米人要没了 看一下最后一波怎么压 哇 这起身的时候是 不知道是血跳还是血巧 ProperX一个中角一个中角 就把对手踢死了 我都不理解 为什么我踢中角的时候 对手从来不动 这非常的微妙 好 这里青角给一发投 投完以后这里选择发一手波 怎么来 再一个剪刀角过去 青角点两下 复合一个波前前 中拳tc把VT交了 这一波跟着EX波往前压 也许这两个中拳 哇 这进攻胆子是很大 就吃准了对手不会动 就有时候就觉得 诶 你会自己发现 对吧 我在跟对手打的时候 对手怎么都像多动阵一样 但为什么他的对手好像就不太敢动 这不理解 好 那这里选择直接飞一手 飞到逆向 这里空间下来 夹针 好的 这里一手抢的有点准 ProperX主刷还有个VT 哎 没了 有VT没什么用 直接是吃到一把抢招的重拳 加地界一把C 直接收走 这样ProperX这里是丢一灯 好 那现在ProperX不知道 接下来要怎么打 还是先开场 我就对他的防守感到很赞叹 到时候完他就下中角自己送过去了 这个防守有点好 进攻的时候就不太好 对吧 再一发跳入又吃一个生龙 果然是进攻不太好 现在就表示有点打不开局面 直接用下中角过去摸角 然后开VT 现在加密已经一波摁到板边了 手上没有VR 接下来怎么办 轻角直接抢中 看一下这一波关键了 直定头先来一个 后手肯定有套路了 对不对 加 pendlā烧活 前前过去 进攻之下球 摸两下跳 再跳 哦 跳得很欢 最后引爆的时候 虽然打中了 没法跟连招 哦 这个 这个有点精彩 我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最后加密一个空头 把他给摁下来 小菁昂是双方来到一个决胜局 上来一个空间 然后直接被青鸟抓插盒 再发头 头完以后往前拉 然后被一脚空剑直接踩在地上 选择投则不中 现在加密又开始了 一点点逼过去 总归要有一个点上要前前过去的 诶 这边什么东西 想要出空剑 又出错了 10个加密里面9个加密 都经常会莫名其白 这样跳起来踢一脚 对不对 又来了 那这个加密在连续两次失误以后 有点失去理智了 选择一个圣龙直接飞出去 情况之点之后 一个地界再往前压 轻角点完再投 诶 来了 这个波关键的进攻机会 他选择了放弃 现在由Probrex来进攻 跟他波往前 选择一个跳入近神 先折一波 再一个EX波过来 这次人比波快 嘿嘿 再飞又被摁下来 那这个显然以后不能再这样乱飞了 这里选择一脚铲过去 Probrex也是有点烦躁了 刚才这里下中脚都没有确认 如果被对手防住的话 应该第一时间派成VT 这样对手是没有办法做缺反的 而且是可以直接抓到一波乱动 也选择跳中拳去截空没截到 有点伤 下中脚摸一下 这里要被跳了 这一下中拳拍出去的话多办 对手跳起来就要吃一套了 那这一发地界进版边 TC打一下 啊 来了 现在是Probrex的一个进攻 看一下出来 诶 被对手一个轰轰 直接躲掉头一会马上一个神龙加斯 反应有点快 不愧是卡奈隆第一人 跳轻掉下来 再一个T键 哦 发生了什么 诶 没了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再来 나타�'s 爱 미안